耿旭 这47有什么含义呢 47它是一年的第47天 2月17 2月17反过来第47天 就是1114 然后就正好是个外 这个外这个撇叉 一边114一边是2月17 2月17是邓方周日 就是刚刚讲过 习近平去武汉 去武汉那个日子 2月17 然后黄金分割公事 它这个含义 继续往上讲 然后呢 它的比值是0.618 就近似值 四捨五入了 它对应的是什么 就等于618 那就加0.382 这俩加在一块 就等于1 就等于1 1是什么 1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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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道 一以贯之 1在这个地方用的 在这个地方用的 这个0382 大家看到没有 我刚才给大家讲过的 就这 2038 换回来 就是0.618 加0.382 等于1 0.382 就叫佛祖那个 佛祖那个什么 佛祖那个 三十二相 八十种美好 包括 苍结造字 三月二十八 诞辰 然后冬月大地 管人 所有人的 神仙的 复生 管地狱 管十八层地狱 冬月大地 诞辰 三月二十八 都一样的意思 都一样的意思 最后都生成 197和1016 这是它的概念 这是它的概念 所以最后 这就是神的道路 这就是神的道路 无相无利 无念 大景无相 相指的是景象 大景无相 无相无利 无利是什么 大家知道利益 利益 利益众生 利益有情 什么是最大的利呢 无是指的是最大 在这不是说没有 它是大的 大的 大至高至大的意思 最后就归结为 归结为走神的 这就是神的道路 上面这些演算 就是神的道路 它在讲什么道理呢 我怎么往下看 美国的独立宣言 我们先看它的日子 74 74 11 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 独立宣言一开头 独立宣言的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认为 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者赋予他们 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 生命权 自由权 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这里边 什么是关键词 真理 造物者 造物主 权利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 创物主原理 创物主原理 这是是不是造物主呢 创物主和造物主 有什么区别吗 造物主 真理 造物主根据什么造的人 就是根据真理 这个原理 创物主的原理 就自然法则 人人生而平等 这个生啊 其实人人因受造品 大家都是造物主的 都是造物主造的 就像上帝创造了亚当 又创造了夏娃 就男女 就刚才讲的XY 这两色体 男女也是平等的 他那刚才等号 Y等于X什么 等号 男女平等 重视就决定了 所有的受造物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他的这个真理 就是跟这个数有关 这个权利 刚才说 无力 就是权利 你的利益 你没有权 就没有利益 指的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在这儿 大家要对应一下 我继续往下讲 特别图 讲这个预言 第47下 他知道很关键 第47下 讲的是什么呢 匹夫又则 一言为君 这个匹夫什么意思 就是老百姓 就是人众生平等 老百姓 在美国 就是老百姓说了算 谁他妈当总统老百姓说了算 法律是议会制定的 但谁当议员 老百姓说了算 这叫匹夫有责 一言为君 匹夫是按中国人的理解 专售理解 匹夫就是普通老百姓 就是草民 就是芥菜 就是韭菜 但是在民主制度里 匹夫就是君 你那一言一票 就是你君权 你王权的体现 这就叫做真理 这就叫做自然法则 所以这第47下讲什么 就讲这个 所以后边叫什么 无王无敌 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看吧 第47下 耿旭 第47是什么 就是47 711 就刚才那一串 0.618 它的核数 是47 这个三个年份 它的相差 也是47 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这个东西 都在讲这个东西 这就是耿旭 就华盛顿那个代号 711 为什么跟华盛顿有关呢 进行往下讲 无王无敌 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这是推表图讲的 跟美国刚才 独立宣言讲的 有什么区别吗 再往下讲 这武后百年级 这是一个 可能是民国吧 清末民初的时候 当时有人 去伏击 搞那个仪式 搞那个仪式 摇出来的 就是一种启示 他就撒那个沙子 撒沙子 撒沙子 就形成自己 有人记录 有人把它解出来 这里边 这就是一段 可探草头烧不尽 野外春风吹又生 宫中仗剑除奸命 白头变作赤头人 田间再出华盛顿 造福人群是真命 此人原是紫薇星 安国安民 功德胜 之中手艺定乾坤 威威荡荡 西摇顺 在这怎么讲呢 来自田间第一人 无王无敌 定乾坤 他知道 华盛顿是实现什么 美国什么民主制度 美国民主制度 就是无王无敌 没有那些封建的 没有那些天生来 好像就是人家 统治人的那些 那些傻逼们 那些傻草的建筑们 没有 大家都是老百姓 最终老百姓说了算 就这个东西 华盛顿实现 是这样一个制度 叫无王无敌 定乾坤 天地之间 万民为大 他指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在这 此任元是紫微姓 燕武秀文 紫微姓名 这本安国安民 之中首义 定乾坤 是这样是 无王无敌 定乾坤 这个武后百姓级 跟这个 特别头的第47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讲的同样的事 再往下 百年世事不胜悲 诚恐诸君不极见 好修因果带来生 将相恭侯 前世善 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像这种集 武后百姓集 它是求来的上帝的启示 然后推背图呢 也是在启示下 按天术 术术编的 干支编的 美国独立宣言 它也是来源于上帝的启示 写出来的独立的宣言 大家以为这都是 它都是巧合嘛 因为它根本不是巧合 它是什么 它是预言 说是我刚才讲的 创作原理 这就是自然界的 法则的密码 这都是上帝的启示 这书会里的书是什么 书会说是经书 是上帝的文字 文字哪来的呀 文字是苍结 为什么苍结造字 苍结 说为什么3128诞辰 苍结造的 根据怎么造的 根据鸟兽的竹影 根据天上的星星 根据星象 才造了文字 文字的本意就是 星球轨道交错 就是文 字是什么 字它是生产 是生孩子 它叫做字 看这个书柜 横平竖 这叫规矩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所以它这书呢 有现场书是平的 有方的 也有卷轴 卷轴可以说 它也是方圆结合 卷轴是方圆结合的 然后下边四根腿 这叫规矩 这叫上帝的法则 里边什么叫旧书 好吧 旧书都读到 最老的书是什么呀 最老的书都是经文 都是上天的启示 这个事实说 最老的书都是 没有一个是 就我们今天 看的什么言情小说 这些东西的 最老的书 最古老的书 无一例外 都是圣经一类的经卷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 好 今天讲到这儿 就时间关系 不再多讲了 就是大家各看各的机缘 我之前讲过 威业跟地震的这个关系 就是今天特意给大家讲 就是西方三圣 特意挑了个这个 中间是阿弥陀佛 这边大士智菩萨 这边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是某种意义上讲 他是佛教里最贴近老百姓的 大家都知名度最高的 有事之后 大家有有苦有难 肯定都去求这个 这个关世音菩萨了 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啊 关世音菩萨 但关世音菩萨 其实是阿弥陀佛的这个邪士 这边的是大士智菩萨 这个知道的人比较少 这个大士智菩萨的定义 怎么定义的呢 他头上叫天罐 头上戴着天罐 天罐是个宝瓶 是个圆罐子 是个宝瓶 宝瓶里有中国 有人说他是放着舍利子 舍利子在这干嘛 骨灰啊 烧的啊 骨灰的啊 在死亡 但有人说不是 但是各种西东西方传说不一样 其实我认为 他都有他特定的含义 就等于天罐 里边放着宝瓶 宝瓶里呢 他乘着这个无量光啊 就是大光明 光明大放 这是大士智菩萨 然后呢 大士菩萨行走之处 就他脚啊 走 行走之处啊 十方大地 皆震动 所有的地 天地十方 其实东南西比中啊 八方再加天地 天天上下 十方 都震动 所有的地都震动 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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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灾 才有观世音的救苦救难 光明大放 所以观世音要 有光明 观世音 看什么 观世音这个观字 就一眼睛看 有光了 有眼睛看 然后震动呢 震动是声音 然后观世音 观世音 就是要听见 所以观世音就是十方响应 这个世界上任何个地方 有灾有难 求观世音 念观世音 观世音就会去救你 他 所以阿弥陀佛 他两边 这个观世音 大师菩萨 他是对应的 一边有光 这边就情发目成 有眼睛看 一边有震动 这边就念声响 就听见声音了 民间疾苦声啊 就去救大家 就去救大家 但最后呢 行的是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西方 极乐世界教主 就对应这个 东方极乐世界 东方这个流离世界教主 谁啊 药师佛 药师佛 东西对应 这就是宗教的 他的这个本意 宗教他的本意 你看 观世音菩萨 这个也是个 也是个净瓶啊 就放在手里了 杨柳枝 往下 撒这个甘露枝 来救苦救难 甘露枝干什么 甘露枝主要是 医活人的 医病的 医病的 大家要记清楚了 要记清楚了 这个莲花呢 大师福大时候拿莲花 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 从污泥中来的 这污泥是什么呀 污泥就是瘟疫啊 可以说就瘟疫 污泥着世 就是苦难的人世间啊 你想升华 就像莲花一样圣洁 最后才能 大家成为 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就净土宗啊 所以大师之菩萨 被称为 这个 净土宗呢 净土宗的这个 法祖啊 就在这里 是有含义的 就是西方的 佛教现在净土宗 就会讲念佛号啊 念阿弥陀佛 就能往生西方极乐 西方极乐是什么呀 大家要记住了 西方极乐是什么 好 今天啊 算是给大家 也讲一讲 这个天树的 这个演算啊 天树的演算啊 跟这个预言之间啊 推背图啊 这个 包括跟这个 美国这个建国 这个这个文本啊 独立宣言 跟这个出现 神秘出现的 2007年的 创务主原理 这个密码 它之间的这个关系 让大家有个对应 往下呢 还得回到 刚才开题说那个话 现在 世界的瘟疫 这个发展 已经是 如火如荼了 可以用这句话说吧 就到处像着火一样 基本上按不住了 所以这个病毒 展现了特性啊 最后可能会让所有人 都染上啊 就是他 大家要理解 大家要 要清楚 这是上帝 上帝的考卷 要上帝的考卷 谁在这个时候 发心救人 发心 发善心 有善行 你才是 你才是